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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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最近越來越會常聽到 就是這種車輛跟手機的互聯系統 那在新年式的車型上 Nissan也非常厲害 推出了這個自行車連系統 那其實我們在打開這個 Nissan的手機的時候 它的這個App 你可以點進去所謂的自行車連這個項目 那它裡面呢其實功能非常多 那首先呢 你連上了你的手機的 這個車號啊 引擎的號碼這些之後呢 它就可以進行做一個配對 配對完成之後 例如我們現在看到 第一個項目 我覺得也是最實際最實用的 就是可以遠端的 監控你的車 也可以監控 那我們先來示範一下 如何把車輛在遠端的上鎖 有沒有 發音速度非常快 有有有 如果今天你離開了停車場 然後到辦公室 欸我到底有沒有發門速度 有沒有鎖車 對 就趕快鎖一下 對冠儀應該 我聽你講過你常見 我腦容量其實不是太夠 好OK 沒關係 這個軟體就非常的方便 再來就是呢 我們同樣也把它打開一遍 解鎖 現在打開了 對 速度非常的快 那除了上鎖解鎖 冠儀剛剛也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它有具備遠端的車廂監控 如果 例如說我們今天 冬天啊 比較容易有胎壓 比較不足的狀況 我們在上路之前 就可以先來檢查一下它的胎壓 檢視車輛的狀況 目前是如何的 對 沒有錯 先進行一份 做一個保險 那往下看呢 其實它有 那我要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有一台 有 就是我的車被拖掉了 或是有人要入境我的車的時候 它也有這種監控 有 它其實有具備這種警報的功能 那包含是 你可能車子被拖掉 或者是你今天的車子 停在路邊 可是被撞擊了之類的 有安全氣囊爆發 這些功能的話 都會傳送 推波的通知到你手機裡 甚至於如果說你發生車禍 那個氣囊真的爆了 它甚至於會通知你 設定的緊急聯絡人 告訴你可能家人啊 你現在目前 可能有一些狀況發生 對 好 我們接下來 很方便啊 而且我覺得除了實用性以外 其實對於它的整體的 車輛的防護啦 人身的安全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對 我們現在要再把簡單的看一看 它一些基本的行車資訊 我覺得比較實際的是 它可以幫你記錄像里程啦 你的油耗這些 包含你什麼時候需要保養了 那冠儀剛剛講到的這個重點呢 就是遠端的定位選車 如果你今天比較 又忘了車停在哪 又忘了車停在哪 對 不知道停車場很大 可能101下面 找不到車子在哪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看到車 那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有一個紅點 就是車子現在停著 停在我們現在攝影棚嗎 停著的位置 如果今天 它發現你的愛車 或者是啦 車子你可能借你的太太啊小孩開 不是在你身上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會是一個箭頭 表示它在哪裡行進啊 停紅燈了 或是停下來了熄火了 在上面都有很完整的一個資訊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 至此我覺得都是非常的不錯的 對 因為其實像這種車型的智聯啊 還有就是遠端的安全監控之外呢 其實20年式的Centra 它在這個主動安全配備上面 也有更多的精進 是不是呢 大偉哥 是 我想冠儀啊 這女生它在這個安全上面 它也是非常重視就是說 360度安全防護網 也就是說安全要讓你無後顧之憂 我想這是所有車主或者是 車主要讓它車上成員掉有這種感覺 因此Nissan它在這次啊 不管是在它這種 我們今天來的這Tida 或者來的Centra上面 或者是它外面賣的最新的 這Ultima上面 它都長調都貫徹這三個目標 就是360度安全防護 好 我們就什麼叫 這個360度安全防護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 第一道就是叫情報的安全防護 這情報安全防護 就是讓你有完整的車輛 周遭的這個情報資訊 讓你避開危險 就像我們這次看到這Tida 它有AVM的360度環境影像 讓你可以掌握這個 周遭的車輛這種各種狀況 另外再一個就是第二道安全防護 就是主導安全防護 主導安全防護 就像RCTW BSW 這車盲點 或者是DOA 有些車門開啟防護 我就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國內三保很多 常常旁邊跑出來機車 或者是腳踏車 或是車子等等的 這有這項功能 你當你熄火了 開啟車門的時候 它會警示你旁邊有沒有車輛 或者行人來到 第三個 那就是安全 就是最後到這個被動安全防護 被動安全防護 剛剛艾達也講過 這個Nissan的車子 它用的是什麼 潛艇用的鋼材 對 980M-PAR到1470M-PAR 這種高強度鋼材 而是以在車身四周 這樣子做重點強化 讓車輛在最後一道 這個安全上面 還有做形成一個 滴水不漏的安全堡壘 所以可以說就是Nissan的車 幾乎就是在安全上面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死角的 應該可以這樣講 就是360度的照顧你的安全 可是我們以一台 這個新好男人的用車來說 不只你愛家 更同時呢 你在載著你的心愛的家人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你家人坐在車上 它的舒適性 同時你自己又要開車起來 這個操控性 看到你家人滿滿的笑容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想說 我現在握著這個方向盤 它到底行路的品質上面 是怎麼樣的感受呢 愛達 其實我們發覺 看到Tida跟Centra這兩台車 你會發覺Nissan 它有一個共通的邏輯 它有預見危險的能力 它有高剛性的鋼材的車體 它也有非常充沛的配備 尤其是如果你看到以Centra來說 它其實這個1800cc的 這具自然進氣的引擎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採用的是一個 脫輕鑽石鍍膜的技術在引擎內部 所以它會讓這個動力的表現 來更完善 你看它1800cc的自然進行型 有131匹的最大馬力 17.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同時它油耗又可以兼顧 而且到達了每公升 可以行駛15.5公里的一個這個程度 那當然是符合我們這個觀眾朋友們 以及消費者的一個這個需求 還有一個它現在最新的是 4.5代的一個XDVT的一個變速箱 它透過電腦邏輯的運算 可以去做這個不同人駕駛的時候 或是不同狀態的時候 有著不同的一個電腦邏輯的一個換檔模式 你知道它有多少種變化嗎 它有超過1000種的一個這個換檔邏輯的變化 那剛剛冠儀提到的這個在操控性的部分 當然因為它的底盤有一個非常新的一個 這個技術裝在上面 所以呢它可以主要是兼顧什麼 舒適以及操控 那像操控的部分 關於你在外景的時候已經體驗過了嘛 那舒適的部分除了底盤 還有一個強韌的車體之外 還有我覺得那個3D輸壓椅子 整個搭配起來呢 其實讓這個車子呢 在不管是駕駛人也好 可以享受駕駛樂趣 成員方面呢它一樣可以享受非常完美的旅程 因為我其實在我周圍啊 我同事 他開了一台18年的Centra 然後到現在車子還非常非常好 我有問他說 這18年 其實坐進去車內沒有感受到說 它真的車領有這麼高 最主要是它本身整個車體的結構啦 然後中間使用的過程當中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它就只有單純的保養而已 所以呢 對於一個愛家的好男人來說 當你選擇一台車 也為家裡的經濟考量來說的話 我覺得在房車的市場上面 也許呢 你上的Centra你可能會考量 但是同時 你也會在市場上面 可能會撈出幾款車是跟這個 集聚是差不多的 包括大家可能會考慮的是 Toyota的Altis啦 甚至於是Mazda的Mazda3 還有Hyundai的Elantra 以這幾款車來講 我們就好好的幫觀眾朋友來比較一下 從配備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差異性呢Rica 是的 冠影 其實我們現在戲劇上面看到了這幾部車 這幾部房車類型的車款 其實都是目前國內市場 算是比較主流的房車 其實我們把價錢壓在80萬元之下的話 就可以分別有 Nissan的Centra 還有Toyota Altis 那你把這些配備全部列下來之後 其實大家就很好看 就去瞄懂就對了 就知道說你有什麼樣的配備 其實是你要的 那有些配備其實 說不定是你用不到的 所以等於說可以讓消費者自己去取捨 以Altis來講 它其實配備上面 其實除了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這種 我們現在常用的自衛手機 這種配備沒有之外 其實它的配備還算齊全 那Elantra的話 它就是有倒車前這個東西 目前它就是沒有的 那Mazda3是自門版本的 它就是沒有的 如果能幫幫幫忙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些AEB 然後車道偏移 Keyless也沒有 對 這些都沒有的話 我個人覺得 好像比較起來 好像就變得稍微有一點點的弱勢了 那我們最後來看到 你上的Centra 我們介紹的那個 尊爵版的這個車型 售價是79.9萬元 它除了沒有AEB 跟車道偏移之外 盲點車側它也有 然後PUSHTA Keyless 多功能方向盤 Altis也有 對 然後倒車顯影 這些都是它的標配 所以其實整個 我們看這麼多車型 然後比較起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如果 其實我覺得AEB 這種緊急剎車 還有車道偏移這種功能 我個人覺得警示 就已經相當的OK了 因為像我有很多朋友 他即便有買ACC的車 他說我用不到啊 他說我就想讓自己開車 我用不到ACC 所以有些人 確實是不想要ACC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買車就是這樣 你鎖定的價格之後 你再看配備 哪些是你需要的 哪些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表列出來其實就很明白了 當然我們其實要在買車的時候 配備上面 依照個人的需求來做選擇 因為不見得有些有 有些沒有 可能沒有的車型 正好符合你的需求 也不一定啦 那除了我們剛才看到的 這些配備上面的比較之外 如果你這個房車的市場當中 你想要選擇一台 性能不錯喔 油耗的表現也不錯的話 智希幫大家來分析一下 這四款車 他們在性能還有油耗上面的表現 剛剛Rick帶我們看這四台車的配備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動力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一台車舒不舒服喔 除了它的可能座椅用料啊 質感以外 動力系統的搭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在Centra和Altis的部分呢 基本上它的動力的硬體架構 蠻相似的喔 1800cc四缸自然氫氣的引擎 搭配CVT的無段變速箱 那在性能的部分呢 這邊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但是差異其實也不大 Centra呢最大馬力131匹 Altis有140匹 不過扭力呢 反而是Centra這個部分 表現比較好 跟加速性有比較高的關聯 不過呢 在平均油耗的部分 就有點差異喔 15.5跟14.9 這個差異其實 因為兩台車都算很省油啦 所以或許 並不是非常明顯的一個項目 那其實我們再往旁邊看到 Elantra跟Marsan之後呢 就會看到一個1600cc 小了一點 一個2000cc 大了一點 都是四缸的 那他們的變速系統 是六速的自排 最大的馬力也因排氣量 比剛剛前面這兩台燒 或是多 馬三最大 165匹 但是油耗相對來說 也比較差一點 15.3 其實這幾款車喔 坦白說啦 大概就是Elantra 跟其他的動力感受 稍微有一點點差別 但整體的加速性啦 順暢性 舒適性 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Centra的部分呢 我覺得是 因為他經過像愛道剛剛有講到 他的變速箱啦 很多韌體都是最新的 也優化過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順暢性 如果你不要一下